你好欢迎收看8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玉礼镇 拱文郡被控去年选举期间送猪头猪之行贿 民事被判当选无效 而刑事重判5年 拱文郡8月10号被停职 17号由律师陪同出面喊冤 强调他养猪数十年 常年将伤残病弱 体重不足或是实验残料送给人家 全都是不值钱的废弃料 而原判决却是用市场价格计算价值 完全错误 会上诉找回尊严以及清白 花莲县玉礼镇长 郡文郡被控去年选举期间送猪头猪之行贿 民事被判当选无效 刑事重判5年 郡文郡在8月10号被停止 17号由律师陪同出面喊冤 郡文郡藏里的猪肢 健康的猪肢 以及这个优质的肉品 不是很多吗 那么怎么会落魄到 必须要用 角受伤 要汇去 处理的猪肢 来买票 这一点 坦白讲 可以讲说 一家之罪 何患无辞 支持文郡的朋友 多时时刻刻 在为我打气 也因为既怕 也会怕受到压力 都会默默地喊加油 或者跟文郡展身的时候 就会贴近文郡 你一定要加油 为义礼一定要撑住 我想在这些的林林总总 以及义礼的未来 文郡军决定 也一定会上诉 为了要找回尊严 以及证明清白 一定会上诉到底 为了律师检 参贤表示 公文郡租资过去 把猪头下额 卖给牙医作为实验 没有价值的猪上额送人 被指会选两头猪 是公文郡经人询问 被动给予 并非主动分送 且这样的正义行为 已经行之多年 并非未选举才刻意赠送 却判重刑五年 让他非常意外 78公斤的猪肢 脚受伤的猪肢 没有任何屠宰价值 那这个另外完整 两个猪头 那这些东西竟然是 被判五年重罪的 行贿的东西 那这个令人非常的意外 我们也觉得 这个法院当然判决 有他自己的道理 但是这样子民主 法治 社会 民主 必须排在第一 法律 本来立法的意思 加以扩张 所以我们认为原审判决 确实有重大的错误所在 我们还在持续上述之中 我们希望那个二审法院 如果了解到这个真况之后 能够还这个总经清白 简单前表示 会嫌对价关系物品客观上 要有一定的价值 但商场就是在市场上 并没有价格 只能够焚烧或是研磨 做成肉末当做鲜料 过去没有看过这样的案例 认为原审判决有重大错误 希望法院了解真实情况 记得就关于华世伯老 感谢观看